美债是美国人的福利 但是现在却是美国的毒药 不断上涨的美债 犹如一把达利克摩斯之剑 时刻悬在美国的头上 一直以来 所有人都认为 持有美债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和日本 而抛售美债最多的国家是中国 从最高点了1.3万亿美元左右 减持到现在的8000亿美元左右 中国减持了近5000亿美元左右 然而美债最大的持有国 却不是中国 更不是日本 同时最大的抛售国也不是中日 更有国家两年抛售近2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债 而这个组织却是美联储本身 一面逼迫中日购买 自己却抛售 美国这是让中日当冤大头吗 一面高唱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 是美国的威胁 让中国购买美债 另外一面 美国自己却积极地抛售美债 甚至短短两年时间 抛售了近2万亿美元的美债 美国这是要将危险留给中日吗 近年以来 中国将持有的美债规模 从最高点的1.3万亿美元左右 减持到了7750亿美元 而这被看作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之一 而中国也被看作是减持美债最狠的国家 然而很多人不清楚的一点则是 中国从最高点减持到现在用了近10年的时间 才减持了5000亿美元左右的美债 减持幅度达到了近40% 这相比较日本等其他国家来说 确实是大手笔 特别是近几年 从2022年开始以来 我们加速减持美债 可以说基本是没有回头 而我们减持的美债又干了什么呢 我们转头去购买了黄金 所以就有外资机构说 中国是黄金破级路上涨的前沿和中心 可以说 这句话里边充满了讽刺和暗喻的意味 同时更有美国机构说 中国这种行为带着备战的性质和战略意图 然而 在抛售美债和购买黄金的这场游戏里边 中国是最大的玩家吗 其实并不是 中国不是最大的玩家 日本也不是 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日本现在虽然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但是日本却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自由 因为日本持有的美债 并不是日本权力和财富的展现 更像是日本留在美国的人质 在2022年美国加息以来 日元从最低点的110附近快速地贬值到了140左右 日元迎来了大幅的贬值 而这个时候 日本为了挽救日元抛售的美债规模才不到2000亿美元左右 而到了2023年 日本就快速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亏空 补齐了600亿美元左右 而到了今年 日元从之前的151左右快速地贬值到了160附近 而日本却不敢动 因为这需要日本抛售美债来挽救日元 最后的结果是 日本两次干预花费了8万亿 迎来的却是耶伦的责备 从中日两国持有的美债变化来看 两国都是非常的谨慎和克制的了 比起最大的抛空者来说 中日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比起最大的债主美国来说 不能说速度快 而是速度太慢了 要知道 从2022年加息以来 美国其实就做着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缩表 每月美联储到期不续 或者抛售美债来收回美元 来收缩市场的流动性 而美国的缩表时间是从2022年6月开始实施 其中每月卖出600亿美元的美债 同时还有350亿美元的MBS 也就是说 美国每个月收回的流动性 就达到了1000亿美元左右 如果只算国债的话 美国近两年时间 已经抛售了近1.2万亿美元左右的美债了 而中国两年时间才抛售了多少呢? 中国才不到2000亿左右 可以说 中国不过是美国的零头罢了 美联储才是美债最大的抛空者 而中国不过是 被美国拎出来挡刀的罢了 一边威逼中国购买美债为美国续命 另外一边 美联储却在加速逃离美债 而这背后 却正是美联储阴谋的展现 美联储即是美国的央行 同时也是全球的央行 自己的央行抛售本国的国债 却让别的国家来接盘 而这背后 正是美国阴谋的展现 谁都知道 现在的美债规模都已经上天了 达到了34.5万亿美元的规模 而且更是以每天100万美元的速度 在猛眼狂奔 可以说 现在的美债已经逐渐走到了失控的边缘 而美联储的抛售则说明一点 那就是美联储不想独自承担这个后果 想拉全球其他国家一起下水 美联储抛售美债 其最大的功效 就是快速地收缩市场的流动性 此前华尔街媒体就曾表示过 美联储的缩表相当于加息90个基点 四年时间的 就相当于加息210个基点 可以说 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当然美国缩表收缩流动性的目的 真的是为了控制美国的通胀 以及美元泛滥的问题吗 我想这里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并不是全部 因为美国最希望做到的是 收缩海外的流动性 而不是本国的流动性 我们都知道美联储加息是抽干全球的流动性 而缩表更是如此 因为这样做可以快速地抽干市场的流动性 从而让全球出现美元荒 从而制造美元的稀缺属性 提高美元的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 从美国2022年加息以来 全球的资本都在快速地回流美国 那些贸易逆差国或者高债务国家 纷纷陷入了货币大贬值以及通胀的情况之中 因为这样就会形成羊群效应 更多的国际资本处于避险情绪 都将会纷纷流入美国避险 而此前 美国2.5万亿美元左右的逆回购 就是来自于国际市场的流动性货币 而这些货币最终还是进入了美债市场 支撑美国的此次的收割 而且在注销流动性的同时 将会出现发达国家虽然日子难过 但是还能过得去 但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债务的原因 日子只会更加的难过 所以就会出现发展中国家 纷纷排队破产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 斯里兰卡 埃及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出现危机 再有就是近期的越南以及印尼等 纷纷发起货币保卫战 其实就是美国加速缩表的结果 而我们都知道 我们经济的三架马车就是出口 投资和消费 而投资我们知道 债务驱动已经走到了尽头 大家都在偿债中 而出口和消费成为了唯二的希望 但是消费要么发钱 要么出口创汇 所以美国的策略就是堵住中国的出口 所以就会有18年的贸易战 美国围堵 再有后来的金融战 通过金融动荡扰乱我们的出口 因为美国知道 我们现在最大的出口区域并不是欧美 而是东盟 在最新的进出口数据中 东盟同比去年前四个月增长了近8.5% 而越南更是同比增长近18%左右 还有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而此次出现的亚洲货币保卫战就很值得让人深思 所以说 美国的抛美债看起来是为了向全球表决心 美国不再乱花钱 不会稀释债全国的权利 但是其背后不过是为美国的收割服务罢了 而且最近的美联储一息会议上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不着急降息 但是美联储要降低缩表的规模 从6月开始将缩表规模从600亿美元降低到250亿美元 也就是说 什么维护债全国的权利 美联储不装了 对内放水 对外收水拉爆债务 美联储名牌了 可以说美联储的这场游戏已经来到了最后关头 而这场阴谋也到了最后要揭晓的时刻 美元是收割的镰刀 但是美债却是美国的阻碍 现在美国想收割并不是那么容易 想让中国为美国接盘 美联储收割 只能说 美国想太多了 过去美债的作用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给美元储备国找一个更高的投资标的 毕竟 储备美元无处投资也会出现贬值 而股票市场却风险更大 所以 美债过去是债全国的福利 但是现在却是包着蜂蜜的毒药 虽然美国多次表态 美国是不可能违约的 也不能不偿还债务的 但是美国的话 谁敢相信 如果美国违约了 我们还真的要上门讨债吗 与其选择下下策 不如早点逃离 毕竟就连美联储都对美债微微缩缩 巴菲特 马克思更是战战兢兢 所以说 我们与其与虎谋皮不如早点选择自己的道路 抛售美债 购买黄金 同时开发海外市场 与其在欧美市场被敲股吸髓 我们何不用赚来的美元投资发展中国家 从而培养我们自己的市场 用债务置换的方式将发展中国家从美元体系中解救出来 同时再通过市场互换 本币互换来规避美元的潮汐的风险 而且我们近两年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在快速地增长 而与欧美国家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其实这就说明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加强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是非常正确的 之前 美国之所以敢发动贸易战 就是因为中美贸易在中国贸易体系中占比太大了 所以出现了买方市场拿捏卖方市场的情况 而且近期美国更是表示将采用极端措施禁止中国网联车进入美国市场 所以说与其拿钱为美国做补贴 还不如风险投资发展中国家 虽然风险大但是总比投资美国没有回报强 所以说这场全体系的超限战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留给我们的只有开荒发展 相信美国反而是最没出路和最危险的事情